时间和金钱一样 想要有效使用或节省 就要先记录目前是怎么使用的 但麻烦的记录步骤 让很多人容易却步 这也是很多上班族经常碰到的痛 毕竟我们常会被要求记录下 每天做了些什么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位挪威的创业家 就开发了名为Timing的APP 用人工智慧为我们管理时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教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观点 我是宜珍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6月5号 大宇所撰写 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 发明Timing的创业家 Matthews 他会选择以时间管理为主题 或许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 其实到了每年7月 挪威的首都奥斯路都会变成一座空城 因为挪威人都习惯在这个时候 情下长达一个月的休假 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放松 避免对工作感觉倦怠 这群充满了店的人回到工作岗位后 不但有更强的专注力与创造力 也累积了足够的能量 展开下半年的从事 也因为这与众不同的时间管理方式 启发了Matthews 重新思考 人该如何管理时间呢? 最后竟变成了年销售超过200万美元的APP Timely Matthews其实出生于能威北部 他小时候非常喜欢踢足球 甚至幻想有一天可以成为英国足球联赛队伍 曼联队的球员 但Matthews很快的就发现 比起踢球他更善于写程式 Matthews在念中学时 就开始帮一些公司设计网站赚取外快 虽然他父母最初对这件事抱持着反对的意见 但看到Matthews真的可以赚到钱后 就决定不干涉了 既然写程式可以赚钱 Matthews在高中毕业后 就没有继续深掘 开始在奥斯路的设计公司上班 在这段时间 他完成了不少知名企业交付的案子 例如浪威航空机舱内的影视娱乐系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脸书活动 同时Matthews也和朋友们积极地参与各种设计比赛 而且还获得不错的成绩 参加这些比赛让Matthews进一步地磨练自己 在写程式和设计的能力 也使他开始不甘于一直为别人工作 他想要执行自己的商业计划 享受创业的乐趣 2013年23岁的Matthews 正式将第一版的Timely推出市场 但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除了脸书上的一些按讚的朋友们支持他外 没有任何人愿意使用他的服务 投入了几乎所有的储蓄 却得不到任何回想 让他感到非常失望 眼界银行的存款就要归零 他知道创业梦就快走到尽头了 但在放弃之前Messius决定要加码赌上最后一把 他将在奥斯陆的小套房卖掉 再向亲友募集了一些资金 然后去前往创业者的天堂戏骨取金 2013年底Messius到了加州 他发现第一个面对的问题 是他不但没有亲戚住在旧金山 也没有相守的朋友 人生地不熟的他感到非常孤单 于是决定要开始积极的交朋友 他开始在Airbnb网站上寻找分租的房子 也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了住在那里的人 为了迅速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Messius还决定每周都搬到不同的地方住 有了一群比较熟的朋友之后 他开始执行终极计划 搬入駭客之家 駭客之家是矽谷附近 一些由年轻创业家分租的房子 在那里创业家们每天努力的让自己的失业成功 同时也为同屋的创业家们提供建议和合馈 2014年中 Messius总算被一家駭客之家接纳 可是里面的床位都被租走了 所以如果Messius要入住 他只能够睡在衣橱中 但Messius没有犹豫马上就答应了 而且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 他就真的睡在衣橱中 这真的是让人太敬佩了 睡在衣橱中的时光没有白费 Messius在同侪的帮助架迅速成长 更了解创业是什么一回事 新版的Timely 采用了人工智慧 来为用户自动记录工作时间 Messius发现 大部分上班族都觉得 记录工作时间是一种干扰 由于现在很多人都使用网络版软体 因此他让Timely和各种工作上 需要用到的软体做嫁接 然后Timely就可以在背后默默地记录 用户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程式 以及做了哪些事情 最后Timely将这些记录变成报表 用户只需要确定这些记录 是不是准确就好了 改版Harm Timely 让Messius成功的募得了 600万美元的资金 而且目前共有分布在 160个国家的5000间公司使用Timely 2015年Messius带着Timely回到挪威 并在那里成立名为Memory的公司 目前Memory共有45名员工 年营收额超过200万美元 而Messius接下来的目标 是要帮助用户在工作时保持专注 进一步的提升每个人使用时间的效率 这个创业的故事实在很有趣 也解开我长久以来的困扰 待会我就要来研究这款APP 来帮助我的时间管理 让工作效率可以大大的提升 当然他的创业精神也相当感动我 因为他知道他正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无论要牺牲付出多少 他都甘心乐意的完成这个使命 来造福更多的上班族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喔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